宇宙的起源 没理由去假定这个世界是有其开始的 如果世界有一个开端 仍然是由于我们的想象力频伐 这是引西方哲学家罗素所说的 有三派思想谈到宇宙的起源 第一派思想主张这个宇宙的存在来自于本体 而这种本体不是智力的 而是本体自我运作 继续不断地使万物有所变化 第二派思想说 宇宙是由万能的上帝所创造的 上帝负责了一切的事事物物 第三派思想说 宇宙的起源是不可思议的事 因为它是无耻无忠的 佛教和第三种思想是一致的 罗素支持这种思想的说法 他说 无法假定这宇宙是有开始的 宇宙有开始的观念 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想象力不足 在现代的科学来说 在很多亿万年以前 刚刚冷却的地球是没有生命的 后来生命起源于海洋 佛教从未主张世界 太阳 月亮 星星 风 雨 白天 黑夜 是由上帝或者佛陀所创造的 佛教相信 世界不是过去一时所创造的 世界每一秒钟内 就创造数以百万次计 世界本身就是继续创造 也都会自己毁灭 依照佛教说 世界体系经常是出现了 又会消失 H.G. Wells 世界有名的历史学家说 一般的了解 我们所居住的宇宙 已经出现在无数的年代了 也都可能是无终结的年代 但是我们所住的地球 生存了六七千年 也许被认为是一个爆炸性的观念 在这以后 生命好像突然不曾在地球上出现过一样 以上是世界简史里面这么说 以很多宗教努力来解释宇宙的起源和终结 都是一些真正绝劣的构想 以这些宗教的立场 认定宇宙是由上帝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所创造的看法 在当今的科学年代 已经成为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包括今天的科学家们 历史学家 生物学家 植物学家 人类学家 以及一些思想家 他们用尽所有的力量 去发掘宇宙的起源的新知识 在最近发现的新知识中 并没有与佛教所说的互相矛盾 罗素说 他尊重佛陀 因为佛陀没有错误地说明 有如其他的犯了有关宇宙起源的说明的错误 关于宇宙起源推理性的解释 很多宗教所呈现出来的 是不为现代的科学家 和知识分子们所接受 甚至 某些佛教徒所写的佛经注释中 对于这个问题 亦都为科学理论家们提出疑问 佛陀 没有浪费他的时间在这个争论上 或者他保持沉默的理由是 以宗教的价值获得心灵的智慧 宇宙起源的解释应该不是宗教上的问题 宇宙的起源是怎样是不重要的 然而假定一个人坚持要研究这个项目 他必须要探讨科学 天文学 地理学 生物学 和植物学 这些科学 对这个项目上 比任何宗教 可能供给更多确实的 和能够考察性的消息 因为宗教的目的是 是培养现世 和来世的生活情操 一直到获得解脱 在佛陀的眼光里面 这个世界只有轮回 生而又死 死而又生的循环意义 对他来说 宇宙的开始与结束 在轮回之内 因为本质与能力 彼此相关存在 选出任何事物作为开始 是没有意义的 无论如何 空谈泛论 有关宇宙的起源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不是绝对真理 虚空无尽 众生无尽 广大宇宙中 世界无尽 佛知无尽 佛德无尽 Sir Ramachandra的话语